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故事下方 礼物赞赏一下 鸾铜之痞 其实我早就有所耳闻 不只是唐朝 华夏的很多大官 都有这种变态的嗜好 比如著名的画家郑板桥 就喜欢年轻的小白脸 还写了一首诗 描述要跟自己的小书童 白头偕老 只不过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些人做了鬼 都忘不了这种恶心的癖好 不过转念一想 又总觉得事情有些不太对劲 如果真像两个老杆子说的 这些鬼姬娘是送入阴曹地府的 那他们的尸体 又怎么会被挂在 蓝面怪物的老窝里呢 想到这里 我再次打量起周围那些大红脸 不看还好 一看之下 我居然发现其中一个大红脸 居然触我身里下血红色的舌头 在如此寂静的山洞里 静悄悄地只有风声 刚听完两个老杆子 讲完恐怖故事 就发现有鬼姓娘在动 我浑身情不自禁就嘟嘘了一下 不过好在周围人多 火把够亮 我赶紧摇里摇头 让自己镇定下来 我的举动立马引起了四姑娘的注意 她眼神冰冷地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这时候我也没时间跟四姑娘解释 只能把手往前指了指 事已有大红脸在动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 就在我给四姑娘指引方向的时候 突然感觉 私下里有几十双眼睛 在齐刷刷地瞪着我 仿佛就在刚才那一瞬间 所有悬挂在山洞里的大红脸 全部都复活了一样 我的心情不自禁地咯噔了一下 难不成还真让那个老杆子说中了吗 这群大红脸是鬼 不应该呀 虽然我已经去过三座古墓了 也见过无数解释不清的古怪事情 但终归没亲眼见到鬼 更何况这里又不是阴曹地府 而是那些难免怪物的老窝 要寻仇这些鬼 也是去找那些难免怪物 跟我们有半毛钱关系 这样一想 我就仗大胆子准备上前 去看看大红脸到底是怎么回事 四姑娘就在一旁 应该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 这时候 其他人也好像感觉到了异样 尤其是两个老杆子 见我再次触碰大红脸 此番也没有阻拦 我没敢乱动 先摸了摸大红脸的胳膊 发现胳膊虽然很凉 但并不是死尸的凉 还有一丝微弱的脉搏跳动 我心中一惊 活的 难不成我眼前这句 根本就不是什么干尸 而是活人吗 就在我准备进一步 去检查大红脸的时候 那大红脸猛地尖叫了一声 我一个躲闪不及 顿时被踹翻在地 还没等我爬起来 四姑娘出手如电 两根手指已经刺向大红脸 我赶紧闭上嘴 不去看接下来血腥的一幕 四姑娘出手 对方就算是妖魔鬼怪也得完蛋 然而却迟迟没听到 四姑娘落手的声音 我连忙睁开双眼 却发现四姑娘两根手指头 停在大红脸的咽喉处 并没有刺下去 四姑娘淡淡收回手指 自己忍 我愣了一下 当看清楚大红脸 那张肥多多的面孔的时候 不禁破口大骂 小胖子 她娘找死啊你 本人就是开个玩笑嘛 胖子冲我咧嘴一笑 然后撕开自己身上的红嫁衣 胖子这不笑还好 笑起来简直比哭还难看 尤其脸上还抹了厚厚的胭脂水粉 怎么看都像是被打回圆形的猪八戒 看到我恶心不已 我没客气的只踹胖子一脚 骂道 这到底怎么回事 开什么玩笑不好 拼开这种玩笑 杰克呢 那他就治了 不过应该昏死过去了 胖子指着挂在自己身后那具大红脸 就说 奶奶的 这回还好意思说 自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出来的 看见蓝面怪物直接下尿裤子 要不胖有我独足日多谋 想到这招满天过海的妙计 恐怕早被那帮怪物给吃了 刚刚给明叔换完绷带的詹姆士 一听挂在胖子身后的就是杰克 当下拔出伞冰刀 斩断悬挂在杰克的绳索 然后飞快检查杰克的心跳和脉搏 胖子说 别看了 这伙没啥事 这又太累了 加上惊吓过度 混过去了 我见胖子非但没有什么事情 反而还生龙活虎 别问他 你还好意思说呀 为什么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 你不叫我们 现在吓我们一跳 胖子不好意思挠了挠头 解释说道 那个胖子我 我不是睡过头了吗 不是睡过头了吧 守在洞口的王源潮 疯伤地扫了胖子一眼 看样子 你也是吓晕过去了 扯淡 胖子白眼一翻就骂道 怎么说胖也会见过世面的人 旁当盘家园的摸金小王子 能被这几个蓝猫猴子吓到啊 不过话说回来 这些蓝面怪物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还真挺不好对付 胖也我当时 只感觉两眼一黑 就被这怪物啊 给抓进洞里来了 我对胖子的大条神经 已经是见怪不怪 便让他把事情经过 原原本本地讲一遍 原来 胖子当时正在守夜 本来也没有什么 结果守着守着 后脑勺就挨了一门棍 然后就被几个蓝面怪物 给拖到树上去了 胖子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等想到求救的时候 那些蓝面怪物 已经将胖子带离营地 被抓走的胖子 虽然心中慌乱 但毕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胖子当时没有挣扎 打算先看看 这些蓝面怪物 到底要干什么 没想到 胖子被带进 这个挂满死尸的山洞 与此同时 胖子也看向杰克 杰克已经彻底下滩了 躺在地上尿裤子 根本帮不上胖子什么忙 根据一路的观察 胖子发现 这些蓝面怪物 不仅力量极大 速度也是很快 就凭他的这肥身手 想要逃出山洞 几乎不可能 就在胖子不知道怎么逃出去的时候 外面陆续传来开枪的声音 胖子知道可能是我们过来了 见到蓝面怪物一窝蜂的离开山洞 胖子趁机扒光两具大红脸的衣服 生死攸关之际 胖子也顾不让什么冤鬼缠身了 用口水将干湿脸上 胭脂水粉涂抹了一下 抹在自己脸上 一切就绪之后 胖子就带杰克混进 这些大红脸之中 为了怕杰克大吵大闹的碍事 胖子又将杰克给打晕了 不过 刚搞定这一切的时候 天色已经进入后半夜 胖子真一晚上没有睡觉 人困马乏的情况之下 当上就糊糊大睡起来 以至于四姑娘进来 他都没有发现 等他醒来的时候 就看到了我 听到两个老杆子讲鬼故事 胖子就冒了坏水了 故意趁我紧张时候吓唬我 不过没想到 被四姑娘一招就制服了 胖子一边拿矿泉水卸妆 一边就说道 嗯不好玩 有四姑娘这种bug存在 根本就玩不下去啊 不过话说回来 什么吃人泡泡的恐怖传说啊 听讲的不就那些蓝面怪物吗 没想到这帮东西 不但喜欢抓人 还有收藏干尸的皮靠 奶奶的 一会儿啊 胖爷见到他们 肯定好好赏他们几颗子弹 这儿好 对呀 好 什么 好